巴西总统卢拉两天内进行第二次手术 最新一次手术安排在星期四 手术之前医生强调他的健康进展非常好 79岁的卢拉 10月跌倒之后 星期二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脑出血引流手术 医院强调 接下来的手术是疗程的一部分 相对简单 风险也低 主要是降低未来的脑出血风险 在第一次手术之后 他就会进行第二次手术 他正在交互病房观察 健康进展非常好 可以好好地说着 可以好好地坐着 说话和自行进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